過去每逢雙十節 為了歡迎回國參加國慶的海外僑胞 都會舉辦四海同心連歡大會 讓僑胞們度過一個輕鬆 而且充滿臺灣文化的夜晚 而今年在立法院長 同時也是國慶籌備會主委蘇嘉全的建議之下 擴大舉辦晚會 以二零一七一起更好 全民狂歡夜為名 十月九號在臺中市舉行 演出陣容更加的堅強 除了邀請反國的僑胞 也歡迎全臺灣的民眾 一起來參加 雙十節的腳步近了 海外僑胞陸續反國 過去僑委會都在國慶前夕 舉辦四海同心連歡大會 邀請所有反國參加國慶大典的僑胞們 欣賞國內演藝人員 與優秀表演團體的演出 不過今年國慶籌備會主委 立法院長蘇嘉全認為 既然稱為四海同心連歡大會 當然對象也應該包含 臺灣本地的鄉親朋友 因此擴大舉辦二零一七一起更好 全民狂歡夜 那麼我們決定擴大舉辦 我們這樣的一個四海同心 我們把照很久以來 往例都在臺北小巨蛋辦 四海同心這樣晚會的活動 我們今年移師到台中市來 那麼往年四海同心 大概參與了僑胞幾千人 那我們了解這一次今年的國慶晚會 大概會超過萬人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海內外同胞 大家一起來參與這樣國慶晚會的活動 讓我們的今年的國慶晚會更有意義 國慶晚會首次遺失台中舉辦 籌備會主委蘇嘉全曾為了選擇地點 苦惱了一陣子 除了肯定台中市長林佳龍辦活動的能力 也佔台中市民水準高 樂於參加文化活動 希望大家一起駭翻天 所以我相信10月9號的晚上 那麼全國各界都會來參與 我們不只邀請僑胞 我們也不只邀請台中市的市民 我們邀請全國各地 你想看一個精彩的國慶日的 一起更好的聯歡晚會 大家都到台中市來 市長林佳龍以地主的身分歡迎大家 同時公佈晚會的重量級卡司 有新生代男子團體GTM 實力派歌手愛怡良 維里安 還有台中出身的本土樂團911 林佳龍市長認為 這樣的演出陣容已經媲美跨年晚會 籌備會主委蘇嘉全也笑說 自己跟林佳龍市長已經老了 跳不過年輕人 今年預估有超過五千位僑胞返台 參加雙十國慶活動 朝委會也邀請全國民眾一起參加 不一樣的國慶晚會 台灣宏觀電視張知晴 旅營臨台中採訪報導